随着无时间性的向度而来的 是一份截然不同的知晓 这份知晓不会扼杀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灵性 不会摧毁生命的神圣与神秘 反而对众生都有一份深沉的爱和敬意 但心智对这份知晓浑然不觉 学会破除否定和抗拒当下时刻的旧模式 当注意力不需要放在过去和未来时 练习将它收回来 在每日生活中尽可能跨出时间的向度 如果你觉得直接进入当下很困难 可以先去观察心智习惯逃离当下的倾向 你会观察到 心智通常把未来想象成比当下更好或更差 如果那个想象中的未来是更好的 它会带给你希望或愉悦的期待 如果更差则创造了焦虑 但这两者都是幻想 经由自我观察 更多的临在就会自动注入你的生命之中 当你发现自己没有临在的那一刻 你就临在了 只要能够观察心智 就不会陷入其中 另外一个不属于心智的元素 就会偏然来到 那就是观察者的临在 以心智的观察者临在 观察你的思想情绪以及你在不同状况下的反应 你对自己的反应至少要像你对激起你反应的情境或人那样关注 同时要觉察到你的注意力有多长停住在过去或未来 然后不要批判或分析你观察到的 就只是看着你的思想 感受你的情绪 观察你的反应 而不要把它们变成个人问题 这样一来 你就会感受到比你观察到的那些更强而有力的某种东西 那个在你心智之后 宁静的观察者临在 静默的观察者 当某些特定状况触动了比较强烈的情绪负荷时 高度的临在是非常需要的 特定的状况可能是 当你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胁 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触发你恐惧的挑战 事情出了差错 或是过去某个情节被挑起了 在这些状况中 你会倾向变成无意识 然后反应或情绪会接管你 你变成了它 你会把反应或情绪表现出来 你会辩护 控诉 攻击 防卫 但它并不是你 而只是一个反应模式 是处于惯性求生状态中的心智 与心智认同就赋予它更多能量 观察心智则可以将能量收回来 认同心智会创造更多时间 观察心智则会开启无时间性的向度 而从心智当中收回的能量就会转化为灵在 一旦你能够感受到灵在究竟是什么 就能在实际生活上不需要时间的时候 轻易的选择从时间的向度中跨出来 而更深切的进入当下 当你为了实际用途而需要用到时间 过去或未来 这么做并不会妨碍你运用它们的能力 它也不会减弱你使用心智的能力 事实上 这个能力还因此变强了 当你真的在使用心智时 它会更加清晰 更加聚焦 开悟的人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当下 时间对它们来说是在外全 就像我们的眼睛聚焦在一件物体上的时候 还能看到周边的景物 换句话说 它们继续使用钟表时间 但能从心理时间当中解脱出来 放下心理上的时间 学着在生活的实际面使用时间 我们可以称之为钟表时间 但当这个实际需求被满足之后 立即要回到当下时刻的觉知中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心理时间的累积 所谓心理时间 就是经由认同过去 以及强迫性的持续投射到未来所产生的 如果你设定一个目标 并且努力向它迈进 就是在使用钟表时间 你知道要往哪里去 但尊重自己在当下采取的那一步 并且全神关注在其中 如果你变得过度关注目标 也许是因为你在其中寻找快乐 成就或更加完整的自我感 那么当下就不再受到尊重 而被贬为一个进入未来的踏脚石 本身不具价值 钟表时间因而被转换为心理时间 你生命的旅程就不再是一个奇妙的探险 而只是一个为了到达某处 得到某物 达成某事的强迫性需求 你无法再欣赏路旁的花朵 或闻到花香 也无法察觉生命中的美好和奇迹 这些生命中的美好和奇迹 是随着你临在于当下 而在你周围展开的 你是否总在试着到达某处 而不是安住在你所在之处 你的所作所为大多数是为了达到目标的手段吗 你的成就 满足感 是否永远在转角处等待 或者仅限于短暂的欢愉 例如性爱 食物 酒精 药物 或是激动和狂喜 你是否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成为 达到 获得 或是追逐新的刺激或享受 你是否相信如果你获得更多 就会变得更圆满 才会觉得够了 或是心理上才能感觉完整 你是否在等待一个男人或女人 为你的生命带来意义 对于与心智认同或未开悟的普通意识状态来说 蕴含于当下的无限创造潜能和力量 完全被心理时间遮蔽 因此 你的生命不再有活力 不再生气勃勃 也失去了神奇感 思想 情绪 行为 反应和欲望的老旧模式 就不断重复地演出你的心理剧本 这给你某种身份认同 却完全扭曲或遮盖了当下的实相 而因为未来可被视为逃离当下的手段 所以心智为了逃离令人不满的当下 就会对未来产生迷恋 而被你视为未来的 其实是你当下意识状态本质的一部分 如果你的心智背负着过去的沉重负担 你将来会背负着更重的担子 因为过去会透过临在的缺席而永续存活 能够塑造未来的是你此刻意识的品质 而未来当然只能以当下的形式被惊艳 如果未来是由你在当下的意识品质决定 那么决定你意识品质的又是什么呢 就是你临在的程度 所以唯一能让真正的改变发生 并让过去瓦解的地方就是当下 你也许觉得 要承认是时间让你受苦或造成你的问题 可能有点困难 你认为你的痛苦和问题 是你生命中某些特定的情境造成的 而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真的 但是除非你从制造问题的本源 也就是功能失调的心智着手 这里指的是心智对过去和未来的执着 以及对当下的否定 否则所有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轮换的 转来转去都是一样的噪音 如果你所有的问题 或是被你视为痛苦或不幸的噪音 都在惊天奇迹般的消失了 但是你并没有变得更灵在 更有意识 那么你很快会发现自己又陷入一连串相同的问题 或痛苦的噪音之中 它们如影随形地跟着你 因为问题终究只有一个 被时间局限的心智本身 时间当中不会有救赎 你无法在未来获得解脱 临在才是解脱的关键 所以你只能在当下获得自由 在生命情境之下找到你的生命 你所谓的生命 正确地说应该叫做生命情境 它是心理时间 过去和未来 有些过去的事情没有按照你期望的方式呈现 你还在抗拒这些过去发生的事 然后你现在又在抗拒当下的本人 让你继续前进的动力是希望 但是希望也让你把焦点放在未来 而持续聚焦未来会让你不断地否认当下 也因此让你的不幸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要暂且忘却你的生命情境 把焦点放在生命上面 你的生命情境存在时间之中 生命则是当下 你的生命情境与心智有关 生命则是真相 找出引导我们走向生命的窄门 他的名字叫当下 把你的生命缩小为眼前这一刻 你的生命情境也许充满问题 大部分的生命情境都是如此 但是找找看你在当下时刻有没有任何问题 不是明天或十点钟以后 而是现在 你在这一刻有任何问题吗 当你充满问题的时候 就没有空间让新的事物进来 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空间了 所以只要你能力所及 就腾出创造一些空间 这样你就可以在生命情境之下 找到你的生命 你可以充分使用你的感官感受 留意此时此地 环顾四周 光看就好 不要阐释 看着光线 形状 颜色 质地 觉察到每一件事物 寂静的临在 觉察到那个让所有事物 得以存在的空间 倾听周遭的声响 但不要批判 而是去聆听声音之下的 那份宁静 触摸某样东西 任何东西 然后感觉并认出它的本体 观察你呼吸的韵律 感受气息的进出 体会你身体内在的生命能量 允许所有事物如实存在 无论是内在或外在的 允许所有事物的如是 然后深深地进入当下 此刻 你真正把心智建构的 受制于时间的死寂世界 抛诸脑后 你逃离了那个耗损你生命能量的 病态心智 这个心智也逐渐地在毒化 摧毁地球 你从时间的大梦中 对它就是去接纳它 何必把它变成一个问题呢 心智 无意识地喜爱问题 因为问题会赋予你某种身份认同 这很常见 但也是病态 问题意味着你在心里上留住一个情境之中 并不真的想要 或是不认为有可能采取及时的行动 同时 你是无意识地让问题成为你自我感的一部分 你被你的生命情境完全征服 以至于失去了生命感 本体感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 你脑子里背负了一百件你未来要做或可能会做的事 形成沉重的负担 却不把焦点放在一件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 当你创造问题时 也创造了痛苦 这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一个简单的决定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会再为自己创造更多痛苦 也不会再制造更多问题 虽然这是个简单的选择 但也非常激进 除非你厌倦痛苦 受够了 否则不会如此选择 而除非你能取用当下的力量 否则也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你不再为自己制造痛苦 就不会再为他人制造痛苦 然后也不会再以制造问题而产生的负面性来污染我们美丽的地球 你的内在空间 还有人类的集体心灵 假设有个需要你在当下处理的情境发生了 如果你采取的行动是从当下时刻的觉知中升起的 将会清晰而准确 而且极可能很有效 这个行动不会是从你心智过去受到的制约而来的反应 而是一个针对当下情境而起的直觉回应 在其他的情况中 当受时间局限的心智开始反应时 你会发现如果什么都不做 而只是在当下归于自己的中心 反而会更有效 本体的喜悦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准 来衡量自己是否又受到心理时间的掌控了 这也可当作警惕 问你自己 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否让我感觉喜悦安逸和轻松呢 如果不是 那就表示当下时刻被时间遮盖了 生命因此被视为负累或挣扎 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 无法让你感到喜悦安逸和轻松 并不意味你必须改变你所做的事 改变做事的方法可能就够了 做事的方法永远比你做的事来得重要 看看自己能否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做事本身 而不是放在你想要逃过做事而获制的结果 无论当下呈现出来的是什么 都全神贯注在其中 这意味着你也要完全接纳事物的本然 因为你不可能全力关注一件事 同时又抗拒它 只要你尊重当下时刻 所有的不快乐和挣扎就消融了 生命会开始流露出喜悦和安逸 当你的行动是出于当下时刻的觉知时 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带有品质以及关怀与爱的感觉 即使是最简单的行动 不要关切你行动的果实 而是关注行动本身 瓜熟自然落地 行动的结果也自然会在最佳时刻呈现 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灵性修持 而当你不在强迫性的偏离当下 本体的喜悦就会流入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当中 当你的注意力转向当下 你会感受到那份临在 那份定静 那份平安 你不再仰赖未来提供你成就和满足 你不会在未来之中寻找救赎 因此你就不会执着于结果 无论失败或成功 都没有力量改变你本体的内在状态 你在生命情境之下找到了生命 在心理时间缺席的状况下 你的自我感会从本体衍生出来 而不是来自你个人的过去 因此 想改变自我现况的这种心理需求也不存在了 就俗世来说 在生命情境的层次 你是可以变得富有 学识丰富 成功 自由自在 但是在更深的本体向度中 你在当下就已经是完整且圆满的 意识的无时间状态 当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如此临在 都能感觉到生命的律动 同时 当你能够时时刻刻都感觉生命是本体的喜悦时 那你可以说是从时间当中解脱了 从时间当中解脱意味着不再有从过去汲取身份认同 以及在未来寻找圆满成就的心理需求 它代表你能够想象得到最深远的意识转化 当你初次瞥见意识的无时间状态时 你会开始在时间和临在的向度之间来回摆档 首先 你会觉知到你的注意力真正放在当下的时候并不多 但光是知道你没有临在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 因为这份知晓就是临在 即使它起初只会维持几秒钟的钟表时间 随即又消失 然后 随着次数增加 你会选择让你意识的焦点维持在当下 而不是在过去或未来 当你觉察到你又失去当下的时候 这次你就能够停留在那里 不仅仅是几秒钟 而是更长的时间 从钟表时间的外在观点来看 所以 在你能够稳定的在临在状态中安住下来之前 也就是说 在你能够全然的有意识之前 你会有一阵子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 临在状态与心智认同状态之间 来来回回转换 你会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当下 然后又转回去 最终 临在会成为你主要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